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在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人 很有野心,而会有什么样的危机呢? 萨姆尔记下第十五章 我们从鸭沙龙的身上来看到 他忘自称王 鸭沙龙是大卫的儿子 按照排行,他有可能 继位君王 但他等不及了 他用自己的方法 预备马车五十个人在面前 行走,每个早上 很早就起来 在城门旁 来征送了人 鸭沙龙跟他说 哇,你的事情有理,但无奈 王没有派人来替你 申冤,承认我 来做事实,我一定 秉公判断 他用这样的方式 与民亲嘴 暗中得着以色列人心 做了四年以后 他向王请求到西伯伦 向神还愿 表面上要敬拜神 实际上是要 暗自称王 那派探子 走遍以色列各支派 说一听到脚声就要说 鸭沙龙做王了 鸭沙龙做王了 而很聪明的大卫谋士叫亚西多佛 也被请去参加鸭沙龙叛变的阵营 他跟随着日增 换个角度 看大卫 当他听到人心归向儿子亚沙龙 他知道亚沙龙心狠手辣 接下来绝对会血流成河 他立刻说 我们起来躲避吧 免得他起来加害我们 加害全家全城 使全家出去 而其中一个人叫以太 带着敬畏军 就是吉利提人 比利提人 跟随大卫 他们是外邦人 大卫劝他们说 你们回去吧 不用跟着我漂流 以太说 我指着生其事 无论生死与王同在 大卫的儿子要背叛他杀他 但是外邦人却忠心地跟随大卫 何等的对比 而祭司萨都跟亚比亚他 带着约会一同前来 大卫说 你们回去吧 若我蒙恩 神会让我再回来 若不然 愿神的旨意成就 并且让萨都成为先见 而成为通报信息的人 而当他听到 亚细多佛也加入大卫 儿子亚沙龙的阵营 他祷告 求生让亚细多佛的智慧 成为愚拙 而在上橄榄山敬拜的地方 互筛他的好朋友来见他 而大卫请他回去破坏 亚细多佛跟亚沙龙的计谋 这张结尾是互筛进城 亚沙龙也进耶路撒冷城 亚沙龙作王 但是大卫的聪明的臣子 互筛也进去 这张我们看到亚沙龙 非常有野心 用自己的方式 等不及爸爸 给他王位 他要自己做王 有很多的取巧 有很多的诡诈 而下面的经文 我们看到 他所走的路 不是神同在的路 互助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离开我们的私欲 自己的规划 等候顺服神 我们祷告 就像我们看到 自己要争取的 自己用自己的野心 取得的 离开的神 都是欢迎 让我们敬畏谦卑 回到神面前 听我们的呼求 奉耶稣的名 阿们